建筑工作室课程中使用的一些独特的教学技巧包括 1.课桌评论 课桌评论是在学生课桌上进行的专案评论 在课桌评论期间 学生展示他们的作品并接受教师和同学的回馈 2.评审团 评审团是由多位教师参加的学生会议 以多层次开放的学生作品为中心 在评审期间 学生展示他们的作品并接受教师和同学的回馈 课桌批评是在学生课桌上进行的专案批评 在建筑工作室课程中 桌面评论家用于为学生的设计专案提供回馈和指导 在桌评中 学生向老师和同学展示他们的作品 并接受建设性的批评和改进建议 DeskCreats通常与评审团配对 及学生与多名教师举行的会议 以多层次开放的学生作品为中心 建筑工作室课程中的评审团 是学生向讲师小组展示他们的作品 以获取回馈和评估的会议 评审团通常由多名讲师组成 评审团的目的是为学生的作品 提供建设性的批评和回馈 并帮助他们提高设计和演示技能 在建筑工作室课程中 评审团会议是学习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为他们为学生提供了从多个角度 接收对其作品的回馈的机会 海报版是一种大型白版或公告版 用于建筑工作室课程中展示学生的作品 它通常位于教室中央 在评审会议和评审团会议期间 用作学生和教师的视觉参考 在建筑工作室课程中 海报版用于展示学生的作品 例如绘图、草图和模型 学生可以使用海报版向全班展示他们的作品 并接收老师和同学的回馈 智慧版是一种互动式白版 允许使用者使用手写笔或手指书写 绘制和操作数位内容 在建筑工作室课程中 智慧版可用于在评审会议和评审团会议期间 显示图纸、图表和其他视觉辅助工具 学生可以使用智慧版展示他们的作品 并接受来自教师和同学的回馈 智慧版的互动特性 可以创造更具吸引力和协作性的学习环境